今天是2021年12月31日 现在是早上9点 我们去看我们的大夫 因为昨天我先生 因为打完第三针加强针以后 一直头疼 担心有什么问题 所以昨天去看了大夫 他跟大夫说了 我们俩打完第三针加强针的情况以后 大夫非常担心 就问说你太太呢 和我太太在家呢 说明天早上 马上带你大夫来看见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去看大夫 不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我做完 打完这个第三针加强针以后 我的胸部一伸去有些疼 不知道怎么样 待会就要大夫再去看大夫 从此来看 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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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好看 打了我们的医院了 非常非常小 刚才去见了我们的大夫 给我量了血压量了心脏 他说还可以吧 我们问他那到底怎么样 他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疫苗 大家现在都不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他也不好说 不过他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俩的情况 跟我们在什么地方注射疫苗的地方 要给他们一样去跟他们讲 所以现在我们就到妖店 来取他给我们开的药 再一个就是 要跟他们这儿 当初跟我们注射的人 说一下我们俩的情况 刚才我们也跟我们的大夫 说起来我们邻居的事 他也是特别特别吃惊 他说我们跟他说 我们不能跟妖店说 邻居的情况 他说是可以 对他明白 他说不过你们 一定要去告诉他们 你们俩的情况 因为这个情况确实特别糟 他听完了也是 尤其是我心跳 跳到那么高的程度 所以他就说 你们一定要去 你们注射的地方 告诉他你们俩的情况 现在我们就在 我先生去跟妖店的人 聊这个事 我在车里边等他们 当妖店的人 听我先生给他们讲了 我们打完这针 强行针以后 发生的一切 他们后来又建议我们 要吃这个 给我们开了这个 好像有维生素液 还有什么蔬菜 莴菊什么的 唉